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起南京城 就算不屬歷史的朋友 六朝古刀、十朝刀繪這些稱號 都一定可以說出 去南京玩有個地方不可以不去 這個地方叫秦淮河 如果晚上來的話 周邊不會塞車 坐的士過來最方便 這條源於長江下游的支流 以千年時間引入南京城 古語有雲,先有秦淮河,再有南京城 就是這樣 今天到訪的是 夫子廟秦淮風乾大 以夫子廟古建築群為中心 十里內秦淮河為竹仙 不單是南京歷史文化戶聚地 亦是中國最大的傳統舊墟 來到這裏真的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夫子廟有兩個入口 從正面排行進去後 就可以到達暴行街 這裏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從清末跳到去萌初一樣 為了令人有一種回到舊時的感覺 這裏有模仿文國時期的黃包車 如果想體驗一下文國時期有錢人的感覺 確實可以試一下 晚上的秦淮河 真是一種夜拍秦淮近酒家的魚絲異景 延浪的璀璨燈火 將秦淮河變得燈火通明 美不勝修 最佳的場遊方式一定是乘錯畫方 深入欣賞秦淮河的美景 在河道穿梭看秦淮河 和在昂上所見的角度又不一樣 又是另一番感覺 來到夫子廟玩 最不能錯過的是各種美食 夫子廟外面的公園街 有一個美食專區 可以吃到最地道的金靈小食 有罐湯包、小籠包 遍地可見的桂花糕等 最適合在岸邊 一邊欣賞秦淮河的美景 一邊品嘗 這樣才夠盡慶寫意 秦淮河本身有景點 大周邊還有景點 就是夫子廟 主要是由孔廟、學工、貢院 三大建築群組成 不停地走 都要整個小時才能走 當中江南貢院最出名 江南貢院又清南京貢院 健康貢院 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 影響最深的科舉考場 完全被人感受到 當時科舉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令人縮嚴起勁 謹明清時期 全國有近半數以上的官員 都出自江南貢院 各位學生哥 來到不妨進去兜多兩個圈 尖尖書卷起 見到 見到 了